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渣渣辉 在接受主持人鲁玉采访时 张家辉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刚好那天感冒了 而且自己那天特别忙就很累 所以就出现了这个 我是渣渣辉 不过不管怎么样 因为这个乌龙事件 张家辉这时火了一把 因为后来广告的投放 以及网络我们的不断调侃 我是渣渣辉这几个字 已经印在了许多人的心里 有空就会拿出来调侃一番 不过就在8月9日 张家辉及其公司 发布了一则律师声明 说的是有一款游戏 名为 我是渣渣辉 倒用了张家辉本人的形象对游戏进行宣传 生命上表明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张家辉已经停止于某游戏公司的游戏代言 律师声明如下 看来以后都看不到 我是渣渣辉 这个广告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